政治就是这样子嘛 就是大家互相攻击 互相抢占游利的这个位置 然后抢夺这些位置 最重要的不过就是为了权力而已 所以那个现在柯文哲突然之间 又被放出来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啊 那个这两天这个新闻啊 黄国昌那个脸就不太开心啊 就不太爽啊 他原本觉得说 这些老大那种口气啊 他就可以慢慢的怎么样 来展现他的一个布局 结果完全打乱 但是黄国昌他心里一定也会认为 这一次放出来没被激压 不代表下一次不会被激压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整个民众党 真的是一出啊 烂戏 烂戏托棚的烂戏 然后带给大家很大的一个娱乐 最近大家一定想说很奇怪 那个民众党是在启哨 是启哭打到是不是啊 然后全党的人都疯疯癫癫的 其实民众党在柯文哲有意的指导之下 他就是怎么讲 一个内斗非常严重的一个政党 尤其是现在柯文哲 他这个案件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 柯文哲真的倒了 他去倒了就对了 他已经完全不行了 他这个官司真的八九不离十 最后的下场大家都知道 就是应该是下半辈子应该是在监狱里头 所以民众党现在大家都急了 那为什么大家都急了 因为民众党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资源 应该说有两个才对 第一个就是下一次总统选举的一个门票 第二个就是每一年一亿五千万的政党补助款 一年一亿五千万耶 多好花啊 尤其是谁如果能够争取到党主席 谁就能够带领着民众党 现在这八席的这个 七席还八席啊 八席吧 对这个什么 那个不分区的这个立委的这个席次 所以在那个台湾的政坛上面来讲 至少在这几年 他还能够有话语权 所以你看 大家都起销啊 那蔡碧如呢 之前跟那个黄珊珊呢 跟黄国昌呢 在斗 其实最主要是跟那个黄珊珊在斗 但是显然的蔡碧如啊 这个他真的斗不过这个黄珊珊 黄珊珊是何许人也 他在台湾的政坛历经多久啊 以前追随着宋楚瑜的亲民党 现在马上那个跳船跳到这个民众党 跟蔡碧如啊 以前就在那个医院啊 这个所以蔡碧如他跟黄珊珊斗 吵在之前大家就知道说他一定斗不赢的 所以你看看蔡碧如其实未来啊 他的政治啊 上面的一些能量啊 声量啊 其实基本上他也倒了 你知道 尤其你看看这几天 课文哲一放出来 直屈谁的家 黄珊珊的家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明显了 那黄珊珊呢 又要跟谁在斗呢 他又跟黄国昌在斗 两黄啊 那个相争 必有一伤 那为什么他们都会争 就是争我刚刚所讲的这些东西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像陈志涵 另外两个美女 陈志涵跟这个吴宜轩 那吴宜轩呢 之前刚开始呢 但他的火力啊 其实也没有那么旺 也没有那么凶猛 可是为什么现在吴宜轩 感觉也是很战狼哦 很咆哮哦 你那个记者问一些叽叽歪歪的问题 他就给你轢回来哦 那为什么他也会变这样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大家想要抢这个民众党 这个代理 这个发言权 这个首席的这个位置 虽然说啦 那个你说吴宜轩陈志涵 可能无法去完全看动 例如说目前黄国昌 在民众党的这个位置 或者是黄珊珊的位置 但是一把手抢不到 抢个老二的位置来做 总可以吧 那我们来看那个陈志涵 陈志涵呢 最近他曝光率非常的高 尤其他的老公 徐甫 他们都是民众党 七人决策小组中间的成员 那七人决策小组 有谁呢 当然就有黄国昌 黄珊珊 什么周渔休 徐甫陈志涵 吴宜轩 还有一个戴余文 那我们来看 光徐甫跟陈志涵 七个人里面 至少他们夫妻两个 就占了两个 所以如果那个吴宜轩 想要在这个民众党的 这个接人小组里面 更受一些小草的尊敬 更受小草的欢迎 他就必须怎样 要硬起来 所以你看他 那一天记者会 真的很好笑 记者会就是要让记者 问好问满 完全满足记者的疑问嘛 结果你看看 那个东森的那个记者 问了那个问题 其实他答不出来啊 说真的 那答不出来也没关系嘛 你就说再查询 或怎么样就好了 可是他就 借机恼羞成怒 哇那个发威 想让怎么样 大家觉得说 他这么怕言哦 所以对于一些比较 在那个发言 或者说那个位置 那个重要的程度 不在他之上的这些人 就在他之下的这些人 比较不敢去挑衅他 比较不敢去挑战他 就是那种表现出 好像张牙舞爪 来吓唬别人 这种样子 但他如果不这样的话 他就很担心 自己会被边缘化 因为 说句实在话 你说吴怡轩的外形 当然他年轻的时候 也是瘦瘦的很漂亮 现在就是稍微 比较丰满风雨一点 外形确实是比 那个陈志涵 稍微差一滴滴 一滴滴 所以那个 他如果不这样的话 他很怕他会被边缘化 所以政治就是这样子嘛 就是 大家互相攻击 互相抢占 游力的这个位置 然后抢夺 这些位置 最重要的 不过就是为了权力而已 所以 现在柯文哲突然之间 又被放出来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这两天这个新闻 黄国昌的脸就不太开心 就不太爽 他原本觉得说 这些老大 有点哭去 他就可以慢慢的怎么样 来展现他的一个布局 结果完全打乱 但是黄国昌 他心里一定也会认为 这一次放出来 没被激压 不代表下一次不会被激压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整个民众党 真的是一出烂戏 烂戏托棚的烂戏 然后带给大家 很大的一个娱乐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现在立法院又要开议了 所以大家的节目 眼光的一个焦点 还是必须要注意在立法院 国民党 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